明太祖朱元璋杀法果断 冷酷无情 却为了这个女人动情痛哭 她就是朱元璋的结发妻子 人称马大脚的马皇后 无论是名史 民间 还是朱元璋本人 对马皇后都是高度评价 那么这位马皇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绅士 又是凭借着什么 获得如此之多的称赞的呢 敬请收看经典传奇 解密历史上真实的马皇后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说起明太祖朱元璋 相信大伙的印象 不外乎是为人严厉 冷酷无情 尤其是他在位的中后期 对朝中的官员 尤其是功臣贵勋们 那简直是大开杀戒啊 甚至还搞出了明朝红武年间特有的 包皮炫草的惩戒办法 具体的细节咱就不展开说了 你要是感兴趣自行的去查找搜索 总之就是残忍啊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 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 历经了无数的刀光剑影 心可以说早就坚如磐石的人 却在他54岁也就是红武15年那年 崩溃了 几乎是忘了一切形象礼仪的嚎啕大哭啊 发生了什么呀 他的皇后就是那位著名的大脚马皇后 去世了 可以这么说 马皇后的去世不仅给朱元璋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甚至还一度影响到了明朝洪武时期的朝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今天就来讲讲马皇后的故事 首先马皇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爱看古装电视剧的朋友可能会认为 皇后自然是高高在上 穿戴极其奢华 一个不开心 随便处死一个宫女太监 那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家常便饭 当然咱们不排除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皇后 可是马皇后不一样 这一点在明史当中有记载 说后仁慈有志见 好书史 后勤于内智 侠则讲求古训 意思就是 马皇后这个人仁慈贤德 皇后本职工作做得很好 而且勤于内智 只要有空闲的时候就读书 尤其是教女官要多学习宋史的后宫制度 当时还有人说 宋朝是不是过于仁后了 马皇后立马站出来反驳说 那过于仁后不比过于刻薄好吗 这话说的确实没毛病啊 是吧 那么马皇后有多么仁后呢 给您举个例子 咱们看古装电视剧里边不是经常有嫔妃们怀了龙肿 皇后嫉妒 处处为难人家 甚至要把人家孩子弄死的场景 有没有 这一点在马皇后这儿 那就是瞎编 在马皇后看来 后宫不管是谁的孩子 那都是朱家的后人 得好好地对待呀 甚至还亲自为这些怀孕的嫔妃 做可口的膳食 试问有几个皇后 有史以来有几个能做到 除了本职工作 也就是管理后宫做得很好之外 马皇后还常常地观察朱元璋的言行 时刻劝谏提醒他 在执政司法方面要尽量地公正人宽 您别说 尽管朱元璋在前朝处理政务经常是喜怒无常的 大臣们一个个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可是马皇后的劝谏 朱元璋一般来说都能听得进去 这就帮了不少人 躲过一劫又一劫 举几个例子 说是参军郭景祥镇守河州的时候 有人诬告他说 郭景祥的儿子打算把他老爸给杀了 朱元璋一听那还了得 这不欺君网上吗 类似于欺君网上 是负啊这是 马上就准备下令 要把郭景祥的儿子给宰了 好在马皇后及时得到这个消息 赶紧就来劝说 说郭景祥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个举报未必可靠 你要是真把他这个唯一的儿子给杀了 郭景祥可就断了后了 这件事情后来得到查证 果然是冤枉他儿子了 冤枉这个郭景祥的儿子了 在这不得不说一句啊 这个老朱啊 朱元璋啊 遇事还真是容易上头啊 这听风就是雨的这个状态 比较容易到啊 这不明朝开国大将李文忠 镇守延州的时候 大臣杨宪曾经诬告他 明确是诬告啊 说他违法乱纪 朱元璋呢也是想都没想 或许他根本就不愿意想 就打算把李文忠召回来 可是马皇后认为此事不妥 他跟朱元璋说 这个延州是战略要地 轻易是不能更换主将的 而且李文忠平时的表现也算可靠 倒是阳线的话 真的那么可信吗 陛下 这番话让朱元璋 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 是啊 哎呀 皇后 我又上头了 后来也证实了 马皇后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朱元璋估计是一个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这个朱元璋的后人 别不要有意见啊 我这是开个玩笑 这是对前朝的大臣们 有的时候 朱元璋在前朝气而不顺 回到后宫撒起 对宫女们很苛刻 马皇后呢 也会护着 怎么护呢 有技巧 一般都是朱元璋 先发怒了 马皇后呢 也跟着假装生气 然后就让人把宫女 送到公正司定罪 朱元璋听了 反而一愣 何为 为什么 这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不能承戒 要交给公正司呢 马皇后就说了 帝王不宜喜怒家行赏 当陛下怒时 恐有击重 赴公正 则酌其平衣 作为帝王 不能因为喜怒 就随意赏法 当您生气动怒的时候 处理事情 恐怕会有失偏颇 这个时候 咱们交给公正司 就能判定的 比较公平了 您听听 您听听 这是宰相之才 对不对 是吧 当皇后委屈她了 当皇后好像也不委屈 反正是这个意思 表达她的贤明 对上有交代 对下也公正 除了宫里的这些事 天下是天下百姓 马皇后也是放在心上 说有一天 朱元璋下朝回到后宫 马皇后开口就问 今天下民安呼 就是说 如今天下的老百姓 生活安定吗 咱们都知道 那会皇后 是不允许过问朝政的 后宫不得干政吗 朱元璋还刻在 那个铁牌子上了 所以朱元璋就说了 此非儿所疑问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 马皇后急了 说陛下天下父 沉辱天下母 此之安否 何可不问 意思就是说 陛下您是天下人的父亲 我呢也有幸 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母亲 孩子的安定与否 我怎么可以不问呢 这话说的朱元璋 信不口服 要口无言 行行行 您请问 从那以后 马皇后得知天下百姓 如果安定 那还好说 但凡碰到什么疾苦 比如说旱灾啊 黄灾啊 水灾等等吧 马皇后就率领后宫 集体吃素 要是遇到欠收之年呢 那就只吃粗粮野菜 有时候 朱元璋看着都觉得 鱼心不忍啊 说我已经震灾了 皇后你就不要这样自苦了 马皇后却说 震灾不如被荒 过了灾年 一定要好好考虑 如何被荒才行啊 您别看 马皇后对自己这么节俭 她对待知识分子 和为朝廷效力的官员 却是相当的尊重和慷慨 据说她曾经亲自品尝官员 在朝办公室吃的饭 看是否可口 还经常嘱咐 要给他们弄得丰盛一点才好 后来明朝成立了太学 太学生是受国家供养的 尽管没有俸禄 可是吃饱穿暖问题不大 不过后来马皇后通过走访 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很多太学生啊 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着家眷呢 你瞧 那个时候就有陪读了 是不是 太学生自己吃饱穿暖 没问题 可是家眷就苦了 往往是吃了上顿 没下顿 这下马皇后就急了 赶紧找到朱元璋 提出了救济太学生家眷的想法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红板仓 干什么用的呢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专项资金 专门用来储存粮食和物资 以资助太学生的家属们 这相当于解决了 读书人的后顾之忧啊 而且这个红板仓这一政策 还被明朝保留了 延续了下去 作为一项教育补助项目长期实行 你想想 当时的文人哪一个不感激马皇后 个个称赞她母仪天下 跟您说啊 这些故事还都是史书里头有记载的 这要说到民间传说呀 这个马皇后的口碑可就更好了 别的不说 举一例子 咱们现在逢年过节不都贴福字吗 而且都喜欢倒着贴福道福道嘛 这事据说就跟马皇后有关系 这是个什么样的传说呀 说马皇后是天族没裹过脚啊 这个大伙都知道 这在当时的人看来 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咱们现在常说的漏马脚 这个马指的就是马皇后 说她一直藏着自己的大脚 有一回风吹开了裙摆 被人瞧见了 她就觉得很不光彩 所以才有了比喻露出破绽 这么一个词 话说回来 说朱元璋有一回在民间微服私访 就听见有人嘲笑她的皇后大脚 于是她就悄悄在这户人家门口 倒贴了一个福字 准备回头就派人把这些人给杀了 这时候被马皇后得知之后 赶紧就下令 让城里所有人家都把福字倒过来贴 这一下朱元璋说 那我贴的是哪家啊来着 忘了无计可施 只好放过了这家人 当然这个是野史或者说民间故事吧 总而言之 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 只要提到马皇后这个人 那都是赞赏有加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传奇的马皇后是怎样练成的 她出自怎样的原生家庭 对朱元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怎么下解说 马皇后和朱元璋是如何走在了一起 和郭子兴成为温婿的朱元璋 是否得到了老丈人的扶持 屡遭囚禁 下毒陷害 危难时刻 马皇后又是如何保护朱元璋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人解密 上节说到马皇后无论是对臣对民 那都没得说呀 称得上一代贤后 甚至于冠绝古今 那么马皇后在成为马皇后 或者说成为未发季的朱元璋的妻子之前 她又是什么人 你说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是什么人 关于这个问题 有观众肯定能抢答 她不就是郭子兴的养女吗 的确 在最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里边 一般都是说 当年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义军 郭子兴非常信任她 并且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了她 朱元璋因此在郭子兴的军队里边 展露头角 逐步走上前台 最终取而代之 这个故事里边的郭子兴的养女 就是后来的王皇后 那么这个故事靠不靠谱 真不真 得打一问 这么说吧 郭子兴是因为欣赏朱元璋 才把养女嫁给她 甚至还因为这层裙带关系 让朱元璋走向了前台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扯 甚至于马皇后是不是郭子兴的养女 那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何出此言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再来说他们当年的那些故事 先说这个郭子兴 说实话 郭子兴在五十岁之前 并没有什么事迹记载于史册 一直到他五十岁那年 他率众揭竿而起 攻占了豪州 接着三个月之后 有一个年轻的和尚 在乱世当中走投无路 去豪州投奔了郭子兴 这位郭子兴的名字 才开始写入史书 这个年轻的和尚不用说了 正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据说朱元璋当年出现在豪州城外 守门人以为他是援军的间谍 差点要把他绑起来给切了 幸亏郭子兴救下了他 当时郭子兴见朱元璋长长得挺特别 知道什么意思吧 长得挺特别 整个人也挺有精神的 就把他留在了身边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 郭子兴的二夫人叫做小张夫人 说这个小伙子看着挺机灵的 我喜欢肥水不流外人田 咱们得好好笼络 笼络才行 那么怎么笼络呢 就把当时声称是郭子兴的洋女 马姑娘许配给了朱元璋 故事说到这儿有观众要疑惑了 这不就是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吗 有什么需要打问号的 你别着急啊 我跟您说 这个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以后 按说郭子兴和朱元璋成为了翁婿 这关系应该更好了吧 是不是 然而事实上 各位 郭子兴一家人表现的似乎不是那么信任自己的女婿 举例说明 治政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二年的九月 红金军占领的徐州城被援军攻破了 当时徐州城红金军的首领是赵军用和彭大 这两个人走投无路了 就率领自己的残部来到了豪州 由于赵军用和彭大起义比较早 名声也更高 所以包括郭子兴孙德牙在内的几个豪州首领 反而是甘愿让位 人常说一山不容二虎 这队伍里边有两个头头肯定是得坏事的 这不郭子兴在战队的时候明显更加尊重彭大 那赵军用能高兴吗 不能够啊 关键是郭子兴和孙德牙这几个人的心也不起 孙德牙占赵军用 所以经常在赵军用面前说郭子兴的不是挑拨离间 说句后话 就这个勾心斗角 乌七八糟的关系 他们能成事才怪呢 说回来 刚开始他们也就是动动嘴皮 后来竟然愈演愈烈开始动刀子 说是有一天 孙德牙就在赵军用的支持之下 光天化日就在街上 把郭子兴拦下来暴打一顿 这还没完 打完还把郭子兴带回家 直接关进地窖了 朱元璋听说这事儿这还能忍吗 我岳父啊 马上就赶到了这个郭家 打算带着郭子兴的两个儿子一块去救人 关键情节来了 各位 当朱元璋赶到郭家心机火燎的 问两位公子在什么地方 郭家的两位夫人是什么反应呢 父仪不宜告 也就是说 夫人们都怀疑朱元璋的动机 不肯跟他说实话 这下可把朱元璋给击坏了 说我岂外人而乃以我 说我是外人吗 夫人们怎么能够怀疑我呢 后来试看朱元璋言辞恳切 两位夫人才说了实话 当朱元璋带着两位郭公子 救下郭子兴的时候 郭子兴脚上戴着镣铐 脖子上绑着绳子 全身上下都被打肿了 那是要多残有多残 体重重了二十斤 这开玩笑啊 就打肿了 咱们说回重点 说重点 为什么两位郭夫人 都这么不信任朱元璋呢 尤其是小张夫人 不是说因为信任 还要拉拢朱元璋 喜欢朱元璋 才把养女嫁给她的吗 好 咱们退一步 假如说郭家的夫人们 是因为对事情还不了解 有点慌乱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 表现出对朱元璋的信任 那么被救下来的郭子兴 本人应该是十分信任 朱元璋的吧 嘿嘿各位 也不尽然 咱们来看史书上是怎么说的 据名史郭子兴列传记载 说子兴为人 萧汉善斗 而姓姓真少容 方氏吉 哲从太祖谋义 亲信如左右手 侍解 其信禅 舒太祖 太祖左右认识者 惜赵之去 稍夺太祖兵名 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就说郭子兴这个人呢 一代枭雄 勇猛善斗 性格很暴躁 没有什么容人之度 碰上急事了 就找朱元璋商量该怎么办 用朱元璋的时候 那亲子就跟左右手似的 可是事情解决了 就听信别人的谗言 疏远朱元璋 不仅疏远 还把他身边能干的人都调走 有意识地夺走他的兵权 现在一句话来说就是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你要问了 郭子兴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朱元璋呢 没有别的原因 秉性而已 他性格多疑 他经常怀疑朱元璋跟赵军勇和孙德牙他们 是一伙的 有时候想的多了 甚至越想越觉得很危险 不如我就杀了他吧 想要了朱元璋的命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郭子兴如果要杀朱元璋 是一如反掌 那么为什么 朱元璋活了下来 甚至还活到了荣灯大宝呢 这就得说到咱们的马皇后 在明史后非列传的开篇里边 就记述了这么一个事 说当年粮食欠收 郭子兴又怀疑朱元璋图谋不轨 就把朱元璋给拘禁了起来 不让他吃饭 那个时候马皇后呢 在郭家帮厨 就切吹饼 怀以尽肉为胶 偷偷地从锅里边 拿了刚刚落好的饼子 贴着肉藏着 拿给朱元璋吃 就为了偷饼 马皇后胸前的肉 经常被严重烫伤 后来朱元璋 每每与群臣回忆夫妻往事 都会提到这件事情 是非常之感动 这个再举个例子 说有一回郭子兴啊 他那个两个儿子 郭天旭和郭天爵 要对朱元璋动手 他们假意请朱元璋吃饭 暗地里准备好了毒酒 想要毒死朱元璋 当然朱元璋得知这个阴谋之后 并没有赴宴躲过一劫 那么朱元璋是怎么知道 郭家两位公子要毒死他的呢 也就是说他怎么得知消息的呢 不用说肯定是马皇后通知他的呀 当时朱元璋气得大骂这两位郭公子 说我朱元璋有什么对不起你们俩的地方 这幸亏是空中的神人告诉我你们的阴谋 否则我不就被你们毒死了吗 之所以把马皇后说成是空中的神人 应该是不想泄露他的身份 总而言之 从朱元璋的境遇来看 郭子兴一家人并没有因为养女 马皇后 那个马姑娘吧 那个时候还不叫马皇后 对她有什么特别的关照 反而是马姑娘本人对朱元璋情深义重 所以与其说郭子兴一家是因为欣赏而喜爱 因为喜爱而嫁养女 不如说是当他们发现朱元璋的才华之后 担心朱元璋为他人所用 所以嫁一个所谓的养女 安插在他身边 可以随时监视他 为什么说是所谓养女呢 咱们从这些事情上反推也能看得出来 郭子兴一家似乎也并不是特别看重 马姑娘这个养女 那么马姑娘究竟是不是郭子兴的养女 如果不是的话 她们又会是怎样的关系呢 有点累哈 下解说 马皇后陪着朱元璋从草根走到了帝王 她究竟有何魅力让朱元璋心心念念 不离不弃 这样一位仁慈聪慧 人人交口称赞的皇后 她的真实身份会是神 江西卫的经典团体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从种种事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郭子兴一家并没有对朱元璋这个女婿特别优待 反而是马姑娘本人是重情重义 数次解救朱元璋于危难之中 那么问题来了 后来的马皇后 当时的马姑娘 真的是郭子兴的养女吗 咱们先来看 如果是养女 那么这个马姑娘的亲生父母又是谁 在这里又要提到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了 说马皇后马氏 祖上是南智利凤阳府宿州 也就是今天安徽宿州人 家里曾经是豪门大族 可是由于父亲老马乐善好施 导致家道中落 最终因为杀人避仇 逃亡他乡 所以才把爱女托付给了自己的生死之交 郭子兴 马皇后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后来加上老马也克死他乡 郭子兴就越发可怜这个马氏了 收他为养女士 百般疼爱 最后还给他找了一个好夫婿 朱元璋 后来的事咱们就都知道了 不用多说了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 咱们来看名史当中的记载 说实话 作为皇后 马氏的履历相当简单 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 宿州人赴马公母 郑敖 藻族 就是说马皇后的确是安徽宿州人 父亲是老马 母亲是老郑 母亲是一位姓郑的老太太 他们很早就去世了 至于家里是不是富贵 父母分别是什么身份 什么样的人 甚至他们名字叫什么 一概没有记述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些个什么故事 杀人必仇 离情脱孤等等 都是杜撰出来的 那么马皇后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国家 还是以养女的身份出现的呢 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尽管我们国家从汉代开始就已经禁止人口买卖了 可是一直到民国时期 还有很多家庭是以收养的名义去买婢女的 没错 马皇后当年很可能就是国家的婢女 而且是小张夫人的贴身丫鬟 你想啊 马皇后如果是养女 那在国家就是小姐的身份 哪里还需要下厨烧饭呢 又怎么偷食物去救朱元璋呢 还有后头说的 郭家两位公子要毒死朱元璋 马皇后是怎么知道的 说明郭家人虽然猜忌朱元璋 可是并没有猜忌小马 因为小马是自己家的家奴啊 只不过让郭家人没有想到的是 婢女小马吃里扒外 没有不是这意思 婢女小马为人正直善良 而且重情义 嫁给朱元璋之后还处处为朱元璋着想 最后从婢女小马变成了母一天下的马皇后 令人惋惜的是 这么好的一位皇后 却在红武十五年患上了重病 当时很多受到马皇后庇佑的大臣 四处祈祷祭祀 素有工作狂之声的朱元璋 也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 日夜陪护 还命令太医 务必把马皇后治好 可是您猜马皇后怎么说 意思就是生死啊 那都是命运的安排 祈祷祭祭祀祀祭祀有什么用呢 况且医生只能够救不该死的人 又怎么能够让一个必死之人活过来呢 如果吃药不能见效 恐怕还会因为我的缘故 而降罪各位太医吧 您听听 哪怕是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还在为别人着想 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 朱元璋曾问马皇后 还有没有话想说呀 问他的遗愿 马皇后只说了一句话 愿陛下求贤那箭 慎重如始 子孙皆贤 臣民得所而已 希望陛下能够寻访贤能之人 多听取别人的意见 始终要谨慎从事 子孙能够贤良 大臣百姓都有所依靠 就好了 红武十五年农历八月 说完这句话 马皇后含笑而去 享年五十一岁 接着就有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地痛哭碎 不负利后 冷酷无情的朱元璋是嚎啕大哭 并且再也没有重新立皇后 而为什么说马皇后的去世 还影响了红武年间的朝政呢 您综合去看朱元璋在位时期的历史就知道 明朝初年 马皇后还在世的时候 朱元璋还是比较重视人才 也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治国理政的效果 这跟马皇后的劝谏是分不开的 而后期呢 尤其是在马皇后离世之后 朱元璋并没有听从马皇后的遗言 开始滥杀功臣 咱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马皇后还在世 以她的影响力 以她的个人性情和魅力 绝不可能会让老朱如此的暴力 大开杀戒的 也绝对有可能力劝老朱罢手 抬他手吧您 只可惜历史无法倒退 无法如果 人生也没有这样的假设 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关注栏目的官方的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今天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了